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特卖 以前也叫天天特价 是淘宝唯一免费扶持中小卖家成长的平台 同时目前天天特卖的活动商品的成交数据 也将记录到搜索排序中 淘宝平台是如何给予天天特卖这个活动资源的呢 首先在PC端的首页 淘宝首页的实惠专业户里面有一个位置就给天天特卖 同时呢在首桃的首页也可以找到天天特卖 报名天天特卖的主要条件呢 对于店铺来说有三点 开店满90天以上 动态平分大于4.6 现用一转以上 对于报名的产品来说 主要条件只有一条 就是近30天的历史销售记录要达到5件级以上 所以从这里来说呢 天天特卖的报名条件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哪些产品适合报名天天特卖活动呢 首先从品类的角度来看 一般来说 越大众的越乐销 同一个品类里面呢 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尽量选择用户接受度越大的商品去报名 另外从平台的角度来说 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主要看三个方面 第一 报名产品是否是天天特卖用户喜欢的商品 第二 产品的销量是否足够高 第三 报名的价格是否足够的低 跟同品类商品相比 是否有竞争力 那其实呢 非常关键的就是报名价格的问题 天天特卖的受众群呢 是一对对价格比较敏感的用户 所以价格是否够低 是决定你能不能上 以及就算报名活动以后 活动的效果是否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价格来报名天天特卖活动呢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上天天特卖活动的 可能有的人会说 我是为了赚钱 比如这个产品的成本是15元 再加上一些邮费和一些利润 就会用25元去报名天天特卖 那这样的价格能报商吗 我们仔细看一下天天特卖活动的商品 大多商品的价格都打得非常的低 甚至有些都是以略微亏损的价格在上活动 主要原因是天天特卖活动产生的销量 是有自然搜索的权重的 也就是说活动本身能给产品带来后续的自然排名的提升 所以说更多人上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活动后续的权重的增加 而不是为了单纯靠活动去赚钱 那从这个角度去想 我们报名的价格要足够的低 天天特卖活动的效果呢 往往取决于产品在活动过程中的点击率和转化率 转化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名价格 如果价格足够低 转化率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而点击率呢 往往取决于产品的主图 主图呢 最好有趣 能吸引人 能不能有一些人工干预的手段 来提升点击率和转化率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店铺之前有一些老客户的话呢 可以在活动之前做一个营销 通知有兴趣的客户呢 在活动的时候来购买 这样是可以极大帮助你去提升产品的点击率和转化率的 也能让产品在活动中有更好的排名和效果 刚刚我们讲了天天特卖活动中产生的销量是有助于排名的 但现实中也有一些店铺 在活动之后 产品的排名反而靠后了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往往是因为平分 降低导致排名下滑 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排名下滑 因为天天特卖一次会产生比较大的销量 可能一次能够产生5000件 甚至1000件的这个销量 对于很多小卖家来说 在处理这么多店单的时候呢 往往会有延迟发货的现象出现 同时呢 天天特卖的客户群 本身又是一群比较在意价格 比较挑剔的这个买家群体 所以在平分上 可能会低于通常销售的那些平分 因此有些情况下 也会造成产品排名的下降 但总体上来说 大部分情况下 活动都是能够带来产品的排名的提升的 双11购物节 是指每年11月11号的网络购物节 源于淘宝三层 就是天猫 爱联1.9年11月11日 举办的网络促销活动 当时参与的商家数量和促销力度很有限 但是呢 营业额远超于预想的效果 然后呢 11月11号就成为了天猫 举办大规模促销活动的固定日子 双11已经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 并且呢 逐渐影响到了国际电子商务的行业 爱联19年11月11号 双11天猫 开产14秒销售额破10亿 1分36秒成交额破100亿 17分06秒成交额超过570亿 超过爱联14年 双11全天销售额 爱联19年 天猫双11全天销售额 为2684亿元人民币 超过爱联18年 再次创下新纪录 目前 双11购物节 几乎成为全民消费的狂欢日 好了 关于淘宝官方活动的介绍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